大家好,我是盛中老师 我们继续小门养生系列 在这个时间段有情志郁闷 像太息的人往往容易干气范围 食欲不振 向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疏通方法 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帮助 顺便大家跟我练习一下 第一个动作 拍打疏通底区 这个区域有小长束 大长束等穴位 在两叉肌到尾骨 这一片都是底区 我们用经络拍拍打 整个底区 就可以刺激到这些穴位 我们均匀的拍打 利用经络拍的弹性 把力量渗透进去 每次拍打5到10分钟 以整个底区 感觉有发热感为好 常常疏通这里 除了对提高长道功能有帮助 还可以缓解腰底不适 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第二个动作 点按干净的火穴 行剑穴 在五行里 位是属土的 火又能生土 所以疏通干净的火穴 行剑穴对干气范围有很好的帮助 我们来找找这个穴位 行剑穴位于竹背侧 当第一 第二指尖 指扑员的后方 四百入基处 双穴 左右脚各一穴 脚准了 我们可以左右脚的行剑穴 同时点按 先用拇指 指腹压住穴位 慢慢加力 干火旺 干气范围的人 点按到这里会很痛 保持适度的痛感 然后逆时针 旋转点油 每次点油五分钟 干气范围 食欲不振 可以用这个疏通方法 每日做两次 一般坚持一到两个星期 你的食欲就会回来 同时心情也会开朗很多 大家可以试试 好 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